东汉末年,魏国曹操,蜀国刘备,吴国孙权,三国鼎立,但世人皆知三国的精彩,却不知道东汉末年实际上是四国并存,那为什么罗冠忠先生的三国演义只写了三国呢?没被记录的国家是哪一国?他又为什么没被记录呢?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看一下,大多数人对于魏蜀无三国鼎立的故事十分熟悉,又有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加持,虽然有戏剧性的改编,但说到底拉起了人们对于三国故事的兴趣,兴趣一浓厚,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去研究这一段历史。 东汉末年纷争不断,很多故事广为流传,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并不清楚,东汉末年其实并不是魏蜀无三国鼎立,而是四个国家并存,这第四个国家是在哪里? 如果真的存在,为什么在罗冠忠的三国演义之中没有任何的体现呢?魏蜀无三国,魏国是由曹操打架,后来由曹操之子曹丕建立的,原本曹操只是一个小官, 也为其父是大宦官曹腾阳在这事,让他在权力中心受尽排挤,但曹操是个生而为雄的能者,凭借极强的适应力和四十三公的援绍, 袁术等人混成了朋友,还成了西元八校尉之一,掌握一部兵马的校尉,后来接连发生黄金起义,西梁反叛等事,再加上皇权继承的问题,大将军合进召西梁董卓进京,最后合进被诛杀, 董卓祸乱都城,而曹操凭借刺杀董卓一事再次闻名天下,之后逃离洛阳,回到了老家招兵买马, 无数能人志士来头,在有了兵马后发布缴诏联合逃董,最终迫使董卓逃往长安, 曹操声名大吉,后来董卓被一子吕布所杀,董卓死后,天下大乱,群雄割据,大汉名存失亡,而曹操一点点蚕食周边, 逐渐成为了仅次于袁绍的最大势力,之后在关渡一战大败袁绍,逐渐接手了幽州、济州、青州、兵州、衍州、徐州、御州等地方, 成了天下最大的诸侯,曹操去世后,其子曹丕费献帝,自立为帝,建立魏国,蜀国是刘备建立的,刘备本是一只习贩侣之辈, 但是一直有野心,想着创造一番事业,之后结识了关羽和张飞两位豪杰,自此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班底, 后来因为评判黄金有功,被封为了平原令,有了自己的地盘, 在后来恐龙派太史词求援,刘备起兵支援北海和徐州,自此得到了陶谦的赏识,将徐州让给了刘备, 可好景不长,吕布的突然到来,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,徐州被吕布偷袭,刘备又没了地盘, 后来曹操带兵打来,刘备依附曹操又反叛,最终被曹操所击败,逃亡了荆州, 自此刘备在荆州也开始了自己的争霸之路,先是从刘表那里得到了新野小城, 后来又得大才徐树来投,徐树走后又因缘忌讳知道了诸葛亮,随后三请诸葛亮出山,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,联合东吴击败曹操,占领京南四郡,随后谋划一周, 入主西川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,最终称帝,建立蜀汉, 吴国是孙氏三雄所建立的,父辈的孙坚被誉为江东猛虎,颇有贤名, 凭借平定黄金叛乱,被封为吴城后,而后虎劳关斩杀华雄威名大镇, 只可惜在回家途中被刘表麾下所杀,孙坚死后, 其长子孙策继位,因为是小的原因, 曾依附袁竹,后来意外结识好兄弟周瑜, 在周瑜的谋划下孙策得以自立,随后一步步扫平扬州留咒, 会计王朗,吴俊严白胡等势力, 最终基本扫平江东,为东吴的建立打下了重要基础, 同时也给孙权留下了周瑜,太史词,张钊等重要人才, 这也让孙权得以顺利接手东吴, 只可惜孙策英年早逝,死时年仅二十六岁, 孙策死后孙权继位,孙权文韬武略都擅长, 虽然比父兄勇猛不足,却多了一分智谋, 在他的带领下,东吴逐渐凝聚在一起,实力也越发强劲, 最终在魏蜀两国建立后,也宣布建国,定国号魏武, 自此三国鼎立,成就了一段佳话,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其实当时的三国时期, 除了魏蜀吴三国外,还有一方势力, 那就是位于辽东的公孙家族建立的燕国政权, 割据辽东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, 辽东辽国,辽东公孙家族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公孙渡时期, 公孙渡是跟随其父避祸才来到的辽东, 从小的经历让他就展现出了对权势的渴望, 于是做起了当地的一小力, 后来意外得到当地太守的赏识,被一路提拔, 最高时还曾短暂的做过冀州刺史, 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罢免了, 对此公孙渡很不甘心, 尝过权势的他不想就这样度过余生, 恰逢此时董卓进京,控制了朝政, 公孙渡想起了自己的好友, 也就是董卓麾下的徐荣, 在徐荣的引荐下, 公孙渡得以做到辽东太守一职, 自此公孙家族开始了辽东地区的控制, 当中原各诸侯忙着征讨董卓, 互相讨夺地盘的时候, 公孙渡也对辽东附近地区的小国展开了清扫, 并将辽东地区全部纳入了麾下, 公孙渡去世后, 身为长宰的公孙康继位, 比起父亲,公孙康的野心更甚, 上位后就去攻击高沟里, 打得对方还不了手, 最终成破人祥, 整个高沟里自此纳入辽东的底界, 随后公孙康又率兵深入朝鲜半岛, 将其地方势力收服, 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, 麾下地盘彼之其父统治期间也大了不少, 但正所谓人红是非多, 底盘大了自然会被他人惦记, 曹操在关渡击败袁绍, 分化旗子, 收服袁家地盘的时候, 北方就只剩下了西凉和辽东两地完全收复, 于是就派大将去收复辽东, 此时的公孙康也识识悟, 之大事, 明白曹操不是自己能抵抗的, 所以果断投靠曹操, 还将袁绍的二字斩杀, 作为献礼给了曹操, 而作为回礼, 曹操也将辽东当作封地赐给了公孙康, 公孙康死后, 齐帝公孙公继位, 后来公孙公并重, 公孙渊继位, 公孙渊没有父辈的能力, 却有着父辈的野心, 在掌握辽东大权后, 被孙权所诱惑, 投降了孙权, 向吴国称了臣, 后被孙权封位了燕王, 可后来又怕事发被曹魏所迁怒, 于是就断了和吴国的联系, 但终究事情还是败露了, 魏国得知后就派人征讨公孙渊, 公孙家见已经无路可退, 就干脆宣布独立, 不归属任何一国, 自称为燕王, 起兵造反, 曹瑞得知此事后, 直接派司马懿领兵评判, 司马懿带领军队, 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杀穿了辽东, 最终在司马懿的大军下, 辽东公孙家自此覆灭, 结束了长达48年的统治, 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部写辽国呢? 为什么没写辽国? 从广泛意义上来看, 辽东公孙家确实是一国, 从史料上看公孙家族也自视为一诸侯国,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, 辽东公孙家并不算一个国家, 也为并没有史料表明公孙家立国, 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独立割据的政权, 还有其一是, 三国演义并不是真正的历史, 是罗冠中根据三国制改编, 加工而来的, 主要讲的是一位, 属无三国之间的对抗为主线进行的一本演义故事, 而辽东地区很明显和这三国没有对抗, 没能参与到这次战争中, 所以罗冠中没将其排在三国之中, 其二是身份问题, 公孙家族在公孙度那里最早是依附董卓的, 而后在公孙康继位后又依附了曹操, 向曹操称臣, 最后在公孙渊继位的时候, 又像东吴孙权称臣, 如此一个反复称臣之国, 为外人所不使外, 已经不算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的, 其三是辽东偏远, 辽东地区位于我国东北部, 远离中原地区, 而三国的战争都是为了逐鹿中原, 成就霸业, 远在辽东的公孙家根本影响不到大局, 而且除了和曹魏和东吴与之有过联系外, 位于西川的刘备根本就遇不到公孙家, 同时公孙家也没有参与一次中原的大战, 他存在与否对三国水最后取得霸业没有什么太大影响, 所以罗冠忠先生没有对其做过度描述, 就如同位于西南低势家政权一般, 对三国整体大事没什么影响, 也就没必要过多介绍, 其次是实力问题, 公孙家族地盘有限, 只占据辽东附近的边远地区, 外比不上其余诸国, 不光地盘, 就连人口数量也远不如中原地区, 当时的辽东起初是为边境地区, 时常要面临异族的入侵, 地广人稀, 除了一些避祸的掩饰外, 当地人口很少, 人口少就意味着兵源不足, 除此外, 辽东地区的经济和武器以及武将的能力外, 也远不如中原那么发达, 没有经历什么大战的洗礼, 就没有进步, 说句不好听的, 整个辽东加一起, 也没有三国随便一个实力大, 种种因素加一起, 也就导致这一国并没有被加入,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你呢?